这个叫做安德鲁的男人本是富得流油的家族继承人 可他偏偏放着安逸舒适的富人生活不过 非要隐姓埋名来到一家公司 成为了女强人玛格丽特的助理 安德鲁不仅每天都要给玛丽端茶倒水 围着她连轴转 甚至就连奶奶的90岁大寿也因为加班的缘故 无法参加 没办法 谁让她的上司玛丽是个工作狂魔 公司里所有的员工都将她看作问神一般 甚至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群聊 实施播报玛丽的状态 而今天 玛丽炒掉了一个上班总是墨鱼的老员工 老员工当中将玛丽给仇骂了一顿 然而对于玛丽来说 这压根就不算什么事 不过很快玛丽就遇到难题了 刚到办公室 老板就告诉她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 不是因为工作上出了什么纰漏 反而是因为玛丽将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工作 从而忘记了给签证续约 现在她即将被驱赶出漂亮国 就在玛丽不知所措时 安德鲁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视线里 看着年轻白男的小助理 一个想法油然而生 玛丽当着老板的面表示自己即将和安德鲁结婚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办公室 众人皆表示十分的痛情安德鲁 而安德鲁本人也是不太愿意的 然而玛丽却威胁她道 如果她不同意的话 她就会在被驱逐出境之前先把安德鲁给炒鱿鱼了 安德鲁还不想年纪轻轻就回家继承家业 来到了移民局办理结婚证 可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经验丰富 一眼就看出来玛丽心里打底什么算盘 于是便警告玛丽 如果被发现婚姻作假的话 她将会被终身驱赶出境 而安德鲁不仅会面临高额罚款 还要背叛监禁 听到这安德鲁有些许的犹豫了 然而玛丽一个眼神过去 安德鲁只好昧着良心表示两人是真情侣 于是两人的结婚申请就这么通过了 但是为了确保婚姻的真实性 移民局会在不久后对两人进行考试 而且还会从双方的亲戚那里调查两人 走出移民局后 玛丽悬着的心总算是暂时落了下来 只要和当地居民安德鲁成功扯政 她也就拥有了合法的身份留在这里 工作自然也就保住了 接着两人就坐上了飞机 打算回家去和安德鲁的家人商量一下 两人接下来的婚礼事宜 安德鲁的奶奶虽然觉得玛丽看上去有些老成 但只要孙子满意就行